哈喽大家好 我是平平无气的挖坑小天才陈泰山 前阵子网飞出了一部新的剧叫 在国庆节的时候还蛮火的 然后很多人都在讨论那部剧 我也都看了 我虽然没有在巴黎生活过 但因为我经常要去巴黎出差 每年的四大时装周 当然今年疫情没有去 我看这部剧的时候 是带着另一种心情去看的 就是有一种重温自己的生活的感觉 我看完以后 我发现这部剧里面 有一些地方非常的真实 但也有一些地方非常的夸张 其实我们真的在巴黎工作的时候 真实的一些生活或者是工作状态 还是跟剧里面呈现的是有出路的 何止是出路啊 还是很不一样的啦 因为我知道很多黑色少女关注我 是因为能够通过我去了解 时尚圈真实的生活状态 工作日常 那么我今天就带着我在巴黎时候的Vlog 跟大家分享一下真实的时尚圈打工人在巴黎的出差生活是怎样的 所以这期视频叫陈泰山在巴黎 首先 这里的艾米莉有一个非常bug的设定 就是自从来到了巴黎以后 厌遇不断 住在你楼上的小哥哥啊 工作里遇到的帅大叔啊 就是有无数很帅很帅很有品的小哥哥 出现在你的生活周围 OK 我在巴黎出差的这些年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我真的没有遇到过任何帅哥厌遇 没有 对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女主光环的人 四年的巴黎时装周 我是和我们的摄影师小姐姐子去了巴黎 有一天晚上 摄影师小姐就突发奇想 打开了欧洲版的默默 然后她就说想要来抽样调查一下 就是法国男生的颜值到底水平怎么样 如果你们看到觉得帅的扣个音 感觉像妈宝男 金银小哥 丝瓜小哥 丝瓜小哥 这个算找的好看 觉得在法国算好看的 哎真的好有大胡子在脸的 就这样 法国清爽小哥真的蛮难找的 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只是为了好玩 为了拍vlog去下载这个app 是我们好像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是凌晨 法国时间的凌晨2点拍的 我们只能睡3小时 然后5点就起来工作了 因为我们跟国内是有时差的 所以我们要早上5点就起来 跟国内的团队进行工作的交接 和抗扣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 就是我在说什么 反正就是疫情撤处啦 不会发生什么电视自律那样的剧情 当然了我在工作场合上 确实是会遇到 时尚圈非常不错的小哥哥 非常帅 taste很棒 甚至有很多品牌的那些pr小哥哥 他们真的比一些明星和偶像还要帅 但是我从来不会有什么面向的 对啦 在时尚圈看到好看的小哥哥 千万别心动 99.9%是姐妹 唉 时尚圈的女孩子 命好苦啊 巴黎呢 它整个的城市的规划 和建筑的设计风格 是沿袭了当时候奥斯曼的那个时期的 比如说它的楼层是不可以超过多少层 6层是7层吧 整个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 完全沿袭了就是一两百年前的那种风格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住的都是百年的那种保护建筑嘛 这种建筑外面看真的非常的美 巴黎真的每个地方都像一句话 但是但是 她住起来真的很要命 电视剧里面有一幕啊 就是Emily第一次来到巴黎住的那个房子的时候 她就提了她的几个大行李箱 然后爬上去 啊 天哪 就是这个画面 她有姿势感了 有很多那个老房子是没有电梯的 没有电梯的 所以你得自己骑着那个超重的行李箱 然后自己一路搬到五楼或六楼 千万不要住得太高 这是我的血泪室 你知道我们去巴黎 真的那个箱子是满满淡淡的 里面放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尚单品 就是自己搬真的 啊 很要命 当然我也遇到过非常帅的法国小哥哥帮我搬过箱子 可是法国人的英语 当然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啦 能够表面的浅显的沟通一下就好了 深入灵魂的沟通 那就算了吧 但是无论我去了巴黎多少次 每一次当我打开酒店或者是我住的民宿的那一扇窗的时候 真的 就我每一次的那个感受都是跟Emily一模一样 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 那就是我 这里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刻画 就是洗头洗了一半 然后那个老房子的水管爆了还是怎么了 反正就是他就没办法洗了 还要去求救他的帅哥邻居去人家家洗 我也挺想拥有这样的艳遇的 but没有 我有一年去出差的时候 我住的是那个Opera 就巴黎大剧院隔壁的周际酒店 那个周际酒店建筑也非常的美 然后住进去的感觉也非常的棒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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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淋浴间非常的小 马桶也都是那种老式马桶 我洗头发说我金了 龙桶那个水量也太小的吧 真的我都不怎么敢洗头发 水特别小 所以我就会带蓬蓬粉 这个就是我的蓬蓬粉 或者就是去药妆店里买这种年洗喷雾 随便一喷就头发就像刚洗完一样 喷喷 没有油腻感 清爽女孩 立刻get emily她上班的地方也是一个法式的老房子 位于巴黎的市中心 我之前有拍过一条短短的vlog 是去那个cloy的巴黎总部 一个非常知名的fashion house 大家看一圈这边的roof top的景色 是不是还美 巴黎很多的办公室真的都是这样的 在一幢那种百年的奥斯曼式的建筑里面 剧里面有时候呢就法国人 然后每天都是10点半 11点才开始工作 但传媒圈广告圈 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创意人媒体人 基本上都是10点11点上班的 但是我们下班非常的晚 可能晚上12点还在工作 甚至晚上12点才是我们一天里面状态最好的时候 但是剧里面那些外国人 他们四五点钟就下班了 我看到那个emily拿着硬币 在那边数数数数 然后满早餐的时候就觉得 啊 浮世感啊 我也是 我去巴黎的时候 每次就是有一个小素揽 我看装的那个一大把的硬硬币 我现在每次去巴黎住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一下 酒店附近有没有非常棒的面包店 巴黎的很多的甜点呢 是非常的吸引人的 特别是很吸引女生 我是非常喜欢吃那个指头泡芙的 Emily还有一个设定 就是她来到巴黎以后 开始记录自己的巴黎生活 然后变成了一个生活博主 其实她涨粉也太轻松了吧 哪有这么容易涨粉 我们为了涨粉 联系多少的品牌合作 尽量争取多少明星的拍摄 为了好的选题 绞尽脑汁 如果你的选题跟别人撞了 但是人家又发的比你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是又恨又急 所以涨粉其实很难 哪有那么简单 看看就好了 这毕竟是一部清喜剧 这部剧的制片人和造型师 也都是欲望都市的同款主创团队 这部剧里面都不是讲法式穿搭 不是 Emily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美国女孩 去法国 所以她的穿搭完完全成就是美式啊 就是那种色彩明亮 奔放夸张明艳的穿搭风格 比较纽约的那种感觉 K-SPADE NEW YORK 就是这种感觉 法国人当然不会这么穿啦 真正的法式当然也不是这样的啊 法式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随性的 简单的 其实是有一些低调的 但是她有自己的一种 审美的体系在的 我觉得Emily在剧里面那些 大红大绿的衣服 真的 如果你没有Lily Collins的眼 千万不要去学它 一定是会灾难的 其实相比女主角 我可能更喜欢那个金发小姐姐 那个女二号 她的穿搭 不但很法式 而且更加贴近我们fashion圈 剧里面给你安利了 无数双好看的大牌高跟鞋 都是细高跟 但是 巴黎的那个十字路 你怎么用细高跟走 就是你的根会陷在 那个十字缝的那个泥地里的 这个就很可怕 还有脸就是Emily她 经常背很多好看的包包 走东 走西 实际上是我们在巴黎的路上 走的时候 会在自己背的那个Chanel 外面再装一个环保袋 因为她被偷啊 哦 好啦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时尚圈打工人在巴黎的日常 如果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 关于创业啦 关于时尚圈的啦 想要了解的东西 都可以留言给我 十万粉的时候 我就一直还没有想好 怎么来庆祝一下做一个内容 所以我就想说哪天就做一条QA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